这次回来到多伦多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城市 我起初充满了信心 以为自己可以远程工作 跟着香港的时间 去做一份这么忙的工作 死去工作之后真的很迷房 我既要学开车 也要学做饭 两样都不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都得要做了 我觉得上帝要我学习慢 和等待 虽然你不知道你的方向 或者下一步会怎么做 但是你要有信心啊 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也是金融科技文化的中心 更加是华人聚聚的城市 对于新移民来说 也是一个理想的落脚之处 黄惠美咪咪不算新移民 中学时期全家人移民到蒙特利尔 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回香港工作 这次回流加拿大 他就选择在多伦多定居 一来是我不会法文啊 二来是我丈夫有亲戚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觉得多伦多 会比较容易一点 嗯 对 让我们一家能够落脚和适应 相比很多这次移民过来 或是不同计划过来的新朋友 我们的预备好很多 当时决定要移民的时候啊 我的上司他问过我 你会不会走啊 会不会回加拿大 因为他知道我是加拿大籍 我呢也很坦白的如实告诉他 我有想过 很大机会是2021年的7月 衔接小朋友的开学时间 那当时我的上司还说 好啊 我帮你安排一下了 看可不可以继续保留工作了 因为彼此合作了都十多年了嘛 嗯 看看行不行了 当时我好开心啊 以为移民过来 就不用再多一样不明朗的事情了 但没想到 上司和公司商量之后呢 公司本身呢 在加拿大呢 没有业务 所以有一些税务的事情要考虑 不能保留长期的合约了 只可以确保过渡期 最后与公司的安排 是我来到之后呢 会有一段时间 在这里远程的工作 直到2022年的3月完成工作 那么我就把一切都交给我的接班人 这样了 没办法留住香港的工作 咪咪对未来感到彷徨 也没什么安全感 加上从职场女性 转变为全职妈妈 身份上 责任上 心态上 咪咪都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 我质问自己啊 究竟我现在在做什么呀 我的价值在哪里啊 还记得 起初 丈夫会问我 今晚我们吃什么呀 我就会发火啊 我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想要做什么 对某些人来讲 是很简单的事 做饭 步骤一二三 其实很简单 对吗 对我来讲 起初真的很混乱 到底我要做什么呀 我不知道自己 该有什么步骤 相比以前的工作 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我觉得当中有好大的落差 我曾经和教会的姐妹分享说 其实我真的很迷茫 我特别是辞去工作之后 哇 很迷茫 我既要学开车 又要学做饭 对我来讲全是挑战 我很不喜欢开车 也不喜欢做饭 两样都是我不喜欢做的事 现在都要做了 但那必须学习啊 以前在香港呢 她不用做饭的 回家就有饭吃了 现在来到这里呢 她要完全地 放下她的工作之外 要全心全意地 做一个做饭的妈妈 每一餐都要做五个人的饭菜 这无形的压力 对她来说了 真的 大家都无法想象 一来呢 她觉得自己没有天分 第二来呢 不明白为什么 自己天天要做 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我也鼓励她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她 相隔遥远 我帮不上忙 我只能给她一些 大厨的影片 是我觉得很美味 看见就想要吃的影片 你照着去煮啊 煮出来后 应该很有满足感 我通常都是这样鼓励她 会恼火啊 恼火过后呢 你都还是要做了 那 要有不同的心态呀 我觉得 其实 还是 你的心态咯 我觉得上帝 要我学习 慢 和等待咯 虽然你不知道你的方向 或者下一步 要做一些什么 但是呢 你要有信心 我觉得我呢 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 小心 变成很多时候呢 我会有很多的疑问啊 疑问啊 疑问啊 不仅仅怀疑自己 也怀疑神呢 但是她 不断地提醒我 你要学会慢 因为你已经冲了很多年了 你以前工作 你现在要停下来 想想下一步要做什么 或者你要看一看周边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 这些提醒 这一年 她有很大的改变 从一个很快的人 她很心急 但是她的步伐开始慢下来 而且从不安的状态 我看见她有平安在她里面 我看见她的改变是呢 从一个 很有计划的人呢 倒不知如何计划 因为真的无从计划 所以这一整年呢 她学会方慢下来 她现在慢到 她说 不要紧呢 等一等啊 上帝会跟我一起等啊 她常常用这样的心态呢 她的改变呢 不是独自面对 而是有神呢 与她同在 从生活环境和工作节奏 都非常快速高效的香港 来到加拿大 这个文化和习惯 都相距甚远的新环境 咪咪可以这么快就适应 于改变自己 最大的原因是来自于她的信仰 其实90年代 与家人移民来到加拿大 咪咪已经有机会认识基督信仰 读完大学回到香港工作 之后是因为感情受创 被一位基督徒朋友 邀请去教会 而这位朋友 就是咪咪的丈夫Jimmy 之后他们一起在教会成长 然后结婚生孩子 工作也都顺利 咪咪的生活一直都很平顺 直到她的爸爸意外过世 在2014年的时候 爸爸离开 其实2013年年底啊 他已经感觉到身体不适了 他用了好多方法去检查 看到底是什么回事 最后发觉原来 他有肺结核的菌 很特别 病菌并没有进入肺 却进入淋巴 于是他吃了一个疗程的药物 吃了一段时间后 已经康复了 康复之后呢 又做其他治疗 因为之前曾经检查过 他的白雪球指数不正常 然后他就开始预约医生 去看白雪球的指数 那天他错过了预约 我本来答应了陪他去看医生 我打电话给他 他说不是今天 我的预约是明天 我说好啊 明天我在诊所等你了 因为在我公司附近嘛 没想到在约定的时间呢 我到诊所 但是他没有出现 然后我就去问医生 医生就说他记错了 他的预约真的是前一天 他昨天没有出现 那我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打电话找不到他 打电话到他公司呢 他同事又说 他昨天感到不舒服 回家休息了 所以我就继续找他了 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电话 最后我就感觉到 不对劲 那我就立刻搭车 去他家看了 另一方面呢 叫我丈夫赶快 飞一车赶往他家 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了 我快到他家的时候呢 我丈夫呢 就打电话给我了 他先到了 他就说找到你爸爸了 他在洗手间 洗澡的时候滑倒了 那我先包好 用毛巾盖着他 然后你呢 赶快叫救护车 这样子 我呢 就陪我爸爸上救护车 我看见的那一刻 他充满了恐惧 我握着他的手 告诉他说 我会陪着你 到达医院的时候呢 他仍然是清醒的 但是两日后 他就进了重症监护室 突然间进了重症监护室 情况变得很恶劣 就这样 就离开了 后来死亡证实说呢 他是肺炎 但是呢 我们猜呢 是因为他滑倒 他滑倒那天 整晚在浴室里头 靠在这个浴缸里 整整一晚 可能就是这样呢 就导致了身体机能 急速的下降了 我想他过世之后呢 大家都感到很内疚 自责 弟弟呀 妈妈呀 我啊 咪咪和家人 自责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当时 妈妈刚巧去了 蒙特利尔探望弟弟 未能及时 发现爸爸的意外 当大家处理完 爸爸的身后事 看来生活好像恢复正常 但咪咪却一直 被自责和内疚的情绪 环绕着 我其实以前都有个习惯 就是每当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关上门去洗澡 洗完澡呢 我出来就没事了 但是那一阵子呢 经常是洗澡的时候 哭 一想到爸爸就哭 到一个地步就说 女儿会跟其他人说 不可以讲死字的啦 一说呢 妈妈就会哭了 我可能在街上 看见一个老婆啊 穿的衣服啊 很像她 我就定睛她 就不停地哭了 也曾经过跟爸爸 逛过的商店了 也会流泪了 当这种状况呢 维持了几年 似乎很不正常了 如果几个月可以理解 但我几年都这样 一说到呢 她就立刻就哭 这个情况我们知道啦 我们当然会抱着她 你会感受到她 对爸爸的爱 舍不得 而且呢 总是把责任 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其实最初爸爸 过世的时候 我也问神 也生气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那几个月 我每个星期 我都陪她去看医生的 其实跟爸爸的关系 非常亲密了 但为什么突然会这样呢 我也会问呢 我会生气 真的非常生气 但是没有答案呢 上帝没有回答我 到后期是祈求 求上帝 叫我不要这么伤心 要放下来 求上帝教导我 如何放下来 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相信爸爸 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们为他祷告 他听到了 那几年呢 我们觉得他掉进了 这个抑郁症 我绝对相信呢 不论是他的丈夫啦 信仰啦 或是我们弟兄姐妹 就会去帮助他 扶他起来 令他在讲起 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仍然会苦 但是呢 在其他事情上 我们能够逗他笑 这也是我们可以在 生命上的一个 互相的一种 补足 身边有好多天使啊 教会的弟兄姐妹啦 在主日学 一起侍奉的导师啦 甚至主日学里的小朋友啊 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好啊 我记得他们会写 安慰卡来安慰我呀 其实很多事情 你会发觉 原来上帝 没有丢下你不理 原来上帝 不是强行拿走你爸爸 是啊 上帝也是我爸爸呀 那所以我想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啦 情绪是从一个问题 让你渐渐地清晰地知道 其实生命不在我们手中的啦 以自我闪 在你的痛在内 让我痛与你怀侣 我深知道 你是我神 恢复我生 在你的荣耀内 让我得见你 REMAIN 我的身处 别得已復元 失去爸爸的伤痛 除了有家人朋友的安慰 主耶稣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来帮助咪咪走出犹豫 就是沙话 一开始咪咪只是陪女儿去学习 但很快她自己对沙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9年的时候 马老师办了一个沙话亲子课程 我就报名和女儿一起参加了 就是这样开始我的沙话学习 完成了亲子课程之后 女儿接触过后说 不错我也很享受 但是我不学了 我说好了 但是反而我开始有兴趣了 所以我就留意马老师会办什么课程了 不久以后 她就办一个沙话灵修课程 我还记得第一节课 第一次开灯箱自己摸沙 她铺满沙 要我们感受沙箱 并且有一堆沙在手上了 要我们让沙从指缝里留下来 你们观察了 我记得当时的感受 这东西很有温度啊 这个媒体 这个媒体很有温度 因为是灵修班了 始终会有金句 会有诗歌配合了 整个环境 我觉得温度不止来自于灯箱了 原来是 诶 上帝也好有温度的 沙话很特别 不像我画的其他的图画那样 我们可以有一个实物让我保存 你画完了就要抹去啊 就要画下一幅画 这个过程里面 曾经有朋友问我 他说 岂不是不能保存吗 我说不能保存 要保存就是你拍照的那一刻 或者做画时的感受 其实也很像我们的人生了 你无法抓住某些东西 一些实质的东西 你也无法一生抓住它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是要放手了 你要放下呀 我想神的话语呢 是最有力量的工具 我们透过沉醉在灯光 和沙的光影中呢 再透过神的话语 在一些诗歌的衬托下呢 其实那个力量很大 我所认识的咪咪 过去几年一起学习沙话 我感觉到她 渐渐将对她爸爸的 挂念释怀 而且我记得 我们曾经有一次 一起学习沙话的时候 每一个同学都要画一部毕业作品 她的毕业作品就是她的爸爸 我们有天再聚伤低 欲别你不用尝埋留心 而你此刻已藏村里 在上帝温柔飞温暖 陶醉与天国占无心醉 慢慢去下无忧可血色捕虑 能无堪地挂这心之旅 我也想起那天她表演 其实她很担心自己会在表演中哭 但是她很棒 我觉得她愿意面对自己 而且能够克服到障碍 我甚至在排练的时候 都将这沙话 跟我教会的传道人来分享 她看过之后 她的第一意见跟我讲 她觉得整件事情很完整 觉得是一个回馈 给我地上的爸爸和天赋了 我你有天再聚伤低 道别你不用擦埋留心里 而你此刻已藏村里 在上帝温柔飞温暖 求聚与天国占无心醉 万白去下无忧可血色捕虑 能无堪地挂这心之旅 担心中主守你 在沙话的创作过程中 秘密可以释放对爸爸的思念 反思生命的意义 学习对伤痛放手 并且体会到神对她的魔造 所以来到加拿大 虽然遇到挫折也都会沮丧 未来的方向依然不清楚 但是她知道可以全然交托给神 以前可能会担心没有收入了 失去工作呀 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在哪 但是渐渐地我觉得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其实她会充足地预备给我 不论如何 她知道我需要什么 所以我不需要想这么多了 她很愿意放手让神改变她 成为一个任何模式的信徒 她选择放手让神激励她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以见证人的身份来看着她的改变 真的在神里面脱胎换骨 并且知道神的恩典够她用 我就一直祷告啊 求神为我开路咯 究竟你是想我去做我以前的工作 然后在职场中去侍奉你 在职场中传福音 还是你要我用别的机会 或考虑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我还没有答案呢 但我可以清楚地知道 我渴望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画画 我希望能够 透过一些画作 或者 沙画了 来同人分享了 尽管咪咪还没有找到 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她不再忧虑 反而学习享受安静的时光 耐心等候主耶稣 带领她走前面的路 如果你正在经历困难 或者对前路感到迷茫 欢迎致电恩女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我们的网页 与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与你分享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我愿为你再奔弹 你做什么 意自我心 在你的痛在里 在你的痛在里 让我躺于你怀里 被你的爱触摸我 萎福我心 福音可以透过电视电台 网络平台 送到世界各地 进入千家万户 那种马上觉得被爱的感觉 福音可以借着倾听关怀 聚会分享 滋润干渴彷徨的心灵 我现在觉得自己有个盼望 福音可以因着你对恩语之声的 祷告支持与奉献传扬得更广更远